聽說你有一個很害怕的事情 對 就是我覺得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不小心把小孩 這件事真的蠻嚴重的 大概其實沒多久的事 上兩個月的事 但是我老婆 雖然只有大概約莫20分鐘 但問題你怎麼會把小孩子 關在車上 因為那時候 其實是車子的設計有問題 因為那時候 我太太從後座下車 因為我要讓她換手開 我要去處理事情 結果她都按了中控之後 把門關上去就整個鎖起來 以為按中控全開 結果按中控是直鎖那一個門 那時候小孩還在車上 那時候我老婆就很緊張說 怎麼辦... 我說不怎麼辦 趕快回去拿 就回去拿備份 大概就20分鐘左右 但是我心裡急了像兩個小時 那時候 她有哭嗎 在車內 她狂哭 沒有 一開始還好 因為一開始有給她手機看 結果手機影片播完了 所以她就開始發現苗頭不對 開始到處看 結果我一發現 我太太把空調關掉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行了 我就開始拿 我拿我的保溫瓶 開始砸我的車窗 我就開始在路邊 一直砸一直砸 很多人就在看我 要把玻璃打破大把東西 拿個保溫瓶 就有路人來幫我 他就拿那個那種破冰的那種 破冰紙 煎的 對 他說我就在那邊敲半 沒有 我敲另外 我敲我自己的那個主駕駛那邊 我敲半天 欸 敲不破 結果那路人就說 欸 先生要不要我幫你 他就死命的敲 死命的敲 後來老婆才趕到我 她已經哭到吐啊 滿身大汗 好可怕 所以我很擔心說 如果這事發生在夏天 哇 那我應該沒有辦法 後來我 我還是要給各位爸爸媽媽一個建議 就是如果 你要下車或換手開的時候 你記得你下車前 先把你的車窗先搖一半下來 你這樣子就不會 因為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我跟我老婆探討出 原來你只要車窗搖一半下來 你可以有保持通風之外 你換手 你還可以直接把那個把手打開 對 即便它鎖起來了 或是乾脆熄火好了 把鑰匙拿出來直接換這樣 也是可以 但熄火比較麻煩一點 熄火不是也會鎖起來嗎 沒有 可是因為你把車子熄火 你就拿鑰匙下車啦 等於鑰匙在你手上 就算門鎖住的話你還是可以開 有道理